我覺得蔣王安是很好的人選 那民調也都還不錯 只是他現在還沒有宣布 我想一旦宣布以後 那這個爆發力一定會十足 所以我對蔣王安是蠻有信心的 好好的拚 往前衝應該是沒有問題 選舉鄧中均說有沒有人勸 那當然有人勸 勸我的地方多了 有從高雄勸到新竹 勸到新北 勸到台北 桃園 都有人勸 勸是一回事 勸總是有人勸的 我沒有考慮了 我到至少在 我沒有想過要選這些地方 而且國民黨人才濟濟 各地都有很好的人 我覺得鼓勵他們 如果需要我協助我盡量協助就是 所以目標還是2024嗎 目標是 但是大為不予自取 這也不是你的目標是 你就可以得到 反正我的立場印象很清楚 只要有比我優秀的人 我都支持 不管是2022、2024我都支持 那你覺得蔣王安有比你優秀嗎 蔣王安在很多地方比我優秀 我覺得他很好 所以 而且 因為他還沒有宣佈要選 一旦宣佈就不一樣 他沒有宣佈能夠有這樣的民調 一旦宣佈以後一定往上衝的 但因為現在拱你的是深藍 所以代表是不是 蔣王安沒辦法吸納 傳統我們應該的支持者的深藍的票 第一個 我不代表深藍 我印象不認為我是深藍 我是藍 但我不是深藍 我吸引的票也不是只有深藍的票 事實上呢 拱我的人也不是深藍 那多了 就是說各種 各種 這個 希望我選的聲音都有 跟深藍無關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哪一個是深藍來勸我 並沒有的 那現在國民黨基層好像 弥漫一股就是焦慮感 那認為說 如果你出來的話 才可以凝聚藍營的士氣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才可以牽動民進黨 國民黨基層焦慮 當然嘛 因為 前幾次的公投啊 選舉啊什麼都不是那麼順利嘛 所以當然是有一股焦慮感 那另外就是因為你沒有執政 那看到民進黨這麼囂張 看到兩岸這麼緊張 有志之士 都會覺得很焦慮 但是我就講 國民黨人才忌忌 那 只要大家團結 我覺得 應該沒有問題的 朱主席不是講最近有 還有五萬個新黨員入黨嗎 這就是好現象啊 在處境這麼艱難的情況 還有這麼多黨員入黨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 所以 呃 基本上因為 我的立場很一致啦 就是支持朱主席 支持黨中央 那需要我協助 我盡量協助